中国内蒙巴燕纳尔市林河区 近日发生当地规模最大的驻租车罢工事件 上千名司机抗议当局执法不利 造成大量没有营运许可的黑车泛滥 规挟正规出租车的生意 司机们还在区政府门前把一辆黑车掀翻 引誓愤怒 内蒙巴燕纳尔市林河区政府外 26 27两天聚集了上千辆罢工的出租车 把区政府团团围住 司机们并在政府门前掀翻黑车 抗理当局执法不利 几乎所有都停了 一千多啊 没人管啊 反正管了拉回去罢点款没钱的 据司机介绍 林河现在正规出租车有一千多辆 非法黑车有600多辆 正规出租车要花五六十万才能营运 黑车只需几千元买个车 就能再可抢生意 政府取地不利 导致司机权益受到很大损害 有网友披露出租车司机们自行组织在大街上打击黑车 遇到特别嚣张的黑车就当街掀翻 几位掀车的司机因此被抓 对于出租车司机们的抗议 记者打通巴耶纳尔市交警大队和林河区政府询问 但都没有得到正面答复 出租车司机们迫于生活压力 已经恢复正常工作 政府部门对于他们的陈情仍然没有给予善意回应 新潮人记者张丽娜方元采访报道